整个小镇被丧失占领 可这两个士兵还有闲心在这里下棋 此时下面出现了七位幸存者 趁士兵不注意 他们直接杀了守卫闯进了武器棍 抢夺了里面大量的武器 可因为他们的闯入 基地里面丧失病毒也彻底爆发 可他们不管这些 刚逃出来就躲进了附近的一个仓库开始分葬 只见黑人打开带回来的包裹 里面装满了大量的武器 女人拿起一把冲冲枪 试了一下手感简直不要太爽 此时其他的幸存者也冲冲赶来 大胡子因为切断电源之后 天黑不小心歪了脚 可回来的人里面 长发女唯独没有看见自己的香好帽子呢 可她却不知道男人早已经变成了丧尸 正要询问时 外面却传来了巨大的声响 几人瞬间警觉起来 拿上武器就躲进旁边的厨房 紧接着就看见外面几个丧尸 像是受到了什么惊吓不停地奔跑 接着就听见几声枪响 然后一名士兵出现在众人的眼前 等出来一看 竟然是那两个有闲心下棋的士兵 此时黑人的脸都快扭曲了 因为这场丧尸病毒的爆发 正是他们几个人的杰作 还好这两个大脑袋士兵并不知道事情 而且看见黑人穿着军装 也放松了警惕 接着就告诉这里的人 有条安全路线可以穿过仓库 到达市中心的外围 然后在城里穿过一英里 就可以到达体育场 而那里才是真正的安全区 这里的很多人的家人都会在那 听到这黑人和金发女的脸上 终于露出了笑容 有了士兵的保护 加上这么多武器装备 幸存者们信心倍增 他们列好长队随时准备应对丧尸的袭击 可就在这时 领头的士兵取下背包 提议大家今晚就在这里休息 几人瞬间放下防备 唯有这个黑人不同 士兵问他为何不休息 黑人觉得还是有人防守比较安全 可士兵却说他来负责站第一班岗 而另外一个士兵脸上的表情却异常的诡异 显然他们有事情隐瞒着众人 到了晚上果然出事了 就在众人正在熟睡 金发女却被一阵声音吵醒 接着他就发现黑人和那两个士兵不见了踪影 他慌忙起身查看 为了以防万一 他还戴上了手枪 在经过一处通道时 总算看见了几个人影 于是就跟了上去 然后就发现 那两个士兵架着黑人不知道去往何处 而且身上军装也被扒了下去 金发女上前询问为何绑了黑人 士兵只是回答说此人是个危险人物 而且是一个冒牌的军人 原来就在丧尸并不爆发时 黑人被几个士兵抓了起来 只因为黑人窝藏了一大笔赃款 士兵因为贪图钱 才打算抓了黑人摊了那笔钱 可没想到黑人才最不好惹 连哄带骗说自己妙急要上厕所 然后趁着士兵不注意 对他展开偷袭 扒了他的军装还冒充了对方的名字 这两个士兵正是那个士兵的同伴 同样也对那笔钱动了私心 为了财富他们竟然只带走了黑人 丝毫不管幸存者们的死活 接着就骗金发女说 会派另外一个小队来接应他们 可金发女很聪裕 他宁愿相信黑人 也不相信这两个陌生的士兵 于是就拿出腰间的手枪 二话不说当场击毙了两个人 黑人吓得够呛 直勾勾地看着金发女 他也没有想到金发女这么古兰 等两人赶回来 也没多做解释 要想活下去还得靠他们自己 显然士兵是靠不住 可刚走出大门 老头却奇怪地吹起了口哨 接着就看见一只狗缓缓向他走来 本想着老头会带着狗子跟他们一起走 没想到这人却调转方向独自离开 众人也没有多想 接着众人就前往了体育场准备和家人会合 可在路上却遭遇了大批丧尸的袭击